大家好,我是五爱阿朱阿子 今天是2021年4月24号星期六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119期 今天的题目是大结局,尘埃落定,说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开始做这个节目是在2019年的大概五月份吧,六月份开始做的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陈泽仁去三字福建神学院讲学 他是二月份去福建神学院讲学嘛,2019年 如果我知道的话,那么其实这个都已经结束了 我做的节目就已经完全被证实了 我研究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就是完全被证实了 如果当时我知道的话,那我就做了个 做我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做法都不一样 但是也是由于不知道嘛 就把以前的资料又重新过了一遍 然后做得更加的强细 就是我以前的节目就讲得更加的强细 如果我知道的话,那就是反过来去探索的话 那也应该说更清楚 不过既然现在才知道呢 就相当于现在来做个总结吧 就是彻底的证实了 彻底的证实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就是归正中派嘛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过我爱阿珠阿芝文集的话 就是这个,我爱阿珠阿芝文集有关既然共识团伙和归正中派的和谐控制计划 我以前是信心不足的 我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在既然共识出台前 我就看见了,隐隐约约吧,只是没有证实看见了有那么一个计划 然后当时我在网上发言的时候 他们归正中派的有一个人叫做信徒 这个人也是成都人,信徒 然后我就,你们再看,在195页 《我爱阿珠阿芝文集》的191页 他以前他就说的话,那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见的不重要 不要认为自己了不起 但是现在证明我看见的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 他们是错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是真实存在的 的确是这次党计划的一个计划 就是由归正中派来控制家庭教会,然后对外渗透 然后我再从头的理一下吧,理一下 然后我们先从这儿开始 先从我的那个频道里边的,就是简介 简介我已经现在封闭了任何讨论 没有必要再讨论了,主要是有些人还来骂我 所以我干脆关闭了,不用讨论了 已经完全证实了,完全证实了 所以说这是他们所有的人在掩盖 就像当时我一开始怀疑的时候 这些人就说出来 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现在证明他们都是撒旦图 不是基督徒,第一个都是撒旦图 然后我们来看看,从头说一下 你看,第一个,我就在我的简介里面说出了 归正中派和中共共产党合作 证实,就参看116期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陈卓人去福建神学院讲学 就充分证实了归正中派和中共共产党合作 第二个,袁志明为中共共产党合作 这个也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袁志明,EP76期 由袁志明县书给江子门跪田所开去 这个就是这个嘛 陈卓人嘛,就是这个嘛 你看多乖的,多乖的啊 给他授心,给他带上福建神学院的 乖宝宝听话 然后过来我再说一下陈卓人 陈卓人在我的文章里面出现了非常多次数 他是除唐宗隆、贵宗宗派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你看这就是袁志明 敬爱的江泽民主席 愿上帝赐福给你和你那一家和你到的中国 袁志明 好,然后第三个,林刚长老是国安证实 这是EP89 郭王贵口中的林强 就是假先知教会卧底贵宗宗派的 王以王志明的领导,林刚的弟弟 基之教和谐控制计划7 897 我上一次说一下郭文贵 就是网上的有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 要远离他们 郭文贵手下有许多基督徒 全是假的 全是假基督徒 这个就是一个计划 这些人他们在外边搞大外宣 郭文贵你看他的口中他只说 林强就是有个只有个哥哥叫林弟嘛 只有两兄弟 但是网上的资料显示三兄弟 郭文贵他肯定知道 他肯定知道他有三兄弟 也肯定知道他的林弟他们是干什么的 宗教吗 国宝 他们肯定知道的 但是他就是不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同样是演戏的 远离郭文贵手下的基督徒 所有的他的手下在政治论坛的 特别是推特上的 还有就是在youtube上 只要和政治沾边的 我过来撞一个名字吧 全部都是假基督徒 全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 全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 好 然后第四个 就是这个所谓的民运 就是那些为中国共产党 这是党办的民运 所有的民运几乎都是党办的民运 只要有点名气 只要和基督徒沾边的 有和教会沾边的 全是党的人 全是党建的 这个非常清楚 所谓的民运为中国共产党 工作建立假教会 冒充基督徒 证实EP96 各种政治组织 如建的马大伟 主建的中国民主党 主要是民主党特别多 一建的我就全部拿黑我 我开始都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他们全是基督徒 要全面用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了 所以在视频非常清楚的 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最开始分几次 就是89年以后他们出来了一批 92年一批 比如说我上次说的基电 他们都是92年出来一批 然后在97年就是香港回归出来一批 比如说像92年出来一批就是基电 然后是王世军 然后96年97年就是香港回归的时候出了一批 那批主要是傅希秋这些 这批然后袁志明也是在98年给江泽民送书 然后2002年2000年左右就是江泽民 然后就是袁志明回国拍十字架 然后2002年这又一批就是王以宜 然后2008年2006年就是三个季度 剪布什总统 然后2008年就是袁志明的旧江共识 然后彻底暴露了 然后后边就是接着是王以宜 王以宜是党篇样的十几年 从十几二十年吧 从刘晓波时代就开始了 所以你们在网上查都是有照片的 就是刘晓波时代 王以宜啊余杰啊 他们一起照相 然后教会这边也有王以宜啊 傅希秋啊这些网上都全是证据 这都是一伙人 都是一伙人 党办 党办异议人士 党办教会 然后这主要可能开始应该是和这个有关 就是和复旦就是后边的邱家军 然后积淀这些都是复旦大学 可能和复旦大学的那个王夫林有关系 那这个当然内部的我们都不知道 只是说他过于凑巧了 都是复旦大学的 然后这帮人嘛 主要就是以两个中心 一个是刘晓波这一帮人起头 然后现在是王以宜啊 侠天子而令诸侯 王以宜 我说一下王以宜的结局啊 可能他会死在监狱里面和刘晓波一样 这就是侠天子而令诸侯嘛 就是故意树立一个反对派的假偶像 然后对外扩张嘛 就是说如果和党一致 大家都知道是五毛 如果反党 那么大家都是搞民运的 但是民运也是党办的嘛 所以其实全都是党的哈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再跟你们说一下陈左仁 陈左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开始就是余见王以他们好像是要搞民运的 然后后边摇身一变 马上加入了党的三支教会哈 所以说我们再来跟你们查一查陈左仁 我再跟你们讲一下 所以说陈左仁是非常关键的人物 所以说我早知道陈左仁已经和陈左仁 陈左仁早知道福建人去讲学的话 我开始的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好我们说第一个 就是说沃尔底木是张前进 张前进大家知道你们去看 他是搞民运的 他是王丹的运友 他的表面上也是开始是搞民运 然后就搞教会 所以说你看陈左仁是他的老师 你看到没有 陈左仁怎么会如果说他真是反党的 他怎么会支持 他一定会支持这个搞民运的嘛 但是他现在他完全加入了三支嘛 所以说你看他是假的嘛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哈 就是陈左仁他们完全都是党办教会 党办教会 他培养党的牧师 同样的就是张前进 这是一个嘛 好 唐松荣陈左仁国际归正团契 卧底集团啊 这个非常之清楚了 我也不想讲的哈 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被诅咒 好 论陈左仁和卧底 卧底牧师张前进的关系 你看这就是陈左仁和那个关系 这个当时是发表在张前进的是发表在漫德 就是郭宝胜的网站上的哈 就是郭宝胜的网站上的哈 所以说陈左仁哈 陈左仁也是支持他的 你们自己去查啊 这是后来就开始显示 为共产党在说话了哈 这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嘛 啊 啊 红宇健啊 陈左仁哈 读读 啊 你看呃 陈左仁你们网上去查 有一个陈左仁自己说 归正运动收编华人教会有困难 就是说像王胜友跟说 这收编华人教会啊 就是他会党 你那党力的命令嘛 你那党的钱来收编华人教会嘛 但是觉得有困难呢 还感觉直接夹住三字了 直接刹这急不可待了 不能再也装不下去了啊 所以非常有些啊 啊 签名的你看 王仪、唐重荣、陈左仁等人签名了 基督教对法轮功问题的声明 当时出来大家都说是打压法轮功嘛 你看现在证明了哈 陈左仁啊 这些都是陈左仁啊 说陈左仁他是非常 陈左仁最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们好像和余杰王仪 大家知道余杰王仪好像是搞民运嘛 最开始是反党的嘛 反共嘛 至少和党不一样做异议人士 但是陈左仁他们的同伙 陈左仁就直接加入了三字 而且余杰上次我讲过 余杰还支持他知道不 所以说他们当时支持王仪的人 都是假支持 我现在明白了 都是党的人在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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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变来变去 都是党的人 还来说陈左仁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 你怎么把王仪怎么办呢 王仪暴露了呗 那就是那还怎么办 就不是加入了王仪的负担 只是暴露了王仪 这是非常清楚人的 所以陈左仁是非常重要的 他加入了三支神学院 就证明了 完全证明了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就是这个陈左仁你看 多乖的 给他受薪 好老实 来看这五毛 那是五毛 所以说由于我以前不知道 不知道陈左仁就是2019年的2月份 他就已经去了三支了 然后我是2019年6月份的时候 开始做这个节目 所以说这两年来不停有人骂我 其实我知道我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我没有实证 现在就是实证了 所以说我讲一下这个 这个以前都讲得非常之清楚了 就是所有的 现在你在海外看见的特别是在搞 只要和政治沾边的和傅希秋 王毅余杰 他们有沾连的 通通是党的人 他们就像现在海外的基督徒 基督教教会 其实是党支部 其实是党支部 所以说这些的结局是什么 圣经说得很清楚 我再念一遍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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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们就应当被诅咒 这是上帝在诅咒他 加十九 我已经说了强调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们就应当被诅咒 那就既然是上帝说要诅咒他 我们就现在点点他们的名 所以说我今天的题目是大决局 大结局 他们的什么结局呢 尘埃落地说基督教和谐通知计划 我就来一个一个点一下他们的名吧 当然不是全面 这些人被诅咒 上帝诅咒谁呢 诅咒袁志明 上帝诅咒谁呢 诅咒唐从荣 上帝诅咒谁呢 上帝诅咒杨建立 上帝诅咒谁呢 上帝诅咒王仪 上帝诅咒谁呢 上帝诅咒傅西丘 上帝诅咒谁呢 上帝诅咒冯宇建 上帝诅咒谁呢 上帝诅咒刘同书 上帝诅咒谁呢 上帝诅咒余杰 上帝诅咒高宝圣 上帝诅咒积淀 上帝诅咒高智圣 上帝诅咒黄河边 上帝诅咒李建峰 上帝诅咒王清云 上帝诅咒张宁 这两个已经死了 李博光张建 上帝诅咒任读咒 上帝诅咒陈阁 上帝诅咒歌庆孩 上帝诅咒夏军 上帝诅咒张寻 上帝诅咒刘怡 上帝诅咒夏明 上帝诅咒枕 上帝诅咒邱家军 上帝诅咒王志勇 上帝诅咒 还有一个流疑 这些全部是 要被上帝诅咒 诅咒的原因就是这样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的 与你们不同 他们就应当被诅咒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诅咒 上帝诅咒 上面所有的这些人 基督教和谐控制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我们再看看他们的 最后的大绝集 万物的结局尽了 大绝集 诚恩诺定 说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弟兄姊妹们 再见 今天我就再说一说了一下 诚恩诺定说一下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然后又诅咒了一下 这些搞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 相信我们很快会看见 他们受诅咒的结果 好 弟兄姊妹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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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